形容詞来形容一名模特的话 那么我第一个联想到的绝对就是 ICONS级别的时尚model Grace Hazel 哈喽大家好我是Warner 欢迎回到的频道 今天依然是大家爱看的超模系列 我今天就来带大家认识一位 小众又宝藏的ICONS级别模特 Grace Hazel 随着网红模特热度的降低 时尚圈拥有硬实力的模特们 开始纷纷展露头角 那些有着强大业务能力的模特们 开始正式发光发亮 重新打开模特时尚圈的新局面 这些模特不靠绯闻不靠社交媒体 更不靠后台关系 同样在时尚圈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批新生代模特中有一位长着娃娃脸 性格古灵精怪 同时又带着妖野性感又丧又郁特质的女生 不要看她现在已经是ICONS级别 又还是Money Girls在榜的模特 其实她不过也才25岁而已 Grace Hazel已经被誉为是下一个10年的超模领军人物 这位仙女被称为美国版的小松菜奶 但在我看来这个称号简直就是太委屈她了 Grace Hazel出生于美国的印第亚纳州 但却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长大 她在读书的时候经常因为又高又瘦的身材 被同学们排挤和欺负 但好在她的妈妈超级开明 一直让她找机会去尝试 是否可以当一名模特 接着运气超好的她在一家知识蛋糕店 成功地被新叹发掘 进入了模特行业 Grace Hazel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模特 有着深棕色发色的她却长着一双忧郁的湛蓝色眼睛 一张非常流行的厌世脸 让她在几年间登上了无数张Vogue封面 和各个时尚品牌的广告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Grace的面孔 你会觉得她是FREA和60年代 风靡全眉的Taggy的结合体 厚重的刘海 浓烈的眼妆 凌乱的波浪长发是她的标志 也是她被列为Icons级别模特的特色之一 但是把她的刘海和眼妆 这两项重要的标志去掉之后 她的颧骨鼻子还有嘴巴拆开看也非常的漂亮 清淡的妆容让她看起来更加的仙气十足 在浓烈妆容的加持下 亮眼的个人特色又被无限的放大 她的脸就和变色龙一样 可以通过不同的妆容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在早期出道的时候 她的样貌和身材就引起了媒体广泛的讨论 1米78身高的她却异常的消瘦 再搭配上她那张厌世感的脸蛋 总是给人留下厌世症 过瘦、不健康 还有给年轻女孩们带来反面影响的印象 但出人意料的是 薄如纸片的她 从2013年开始在时装周正式出道以来 依靠她敬业的精神和超强的工作状态 打破了这些负面的标签 当年连走30多场秀几乎成为了秀霸 虽然说她的定位主打又丧又郁的风格 但她在私底下却是一个非常搞怪 搞笑开朗的女孩 关键是她还非常的喜欢释放自己的天性 很多漂亮的女模特都非常爱惜自己的公众形象 但形象对于她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除了大胆素颜拍摄各种在Vogue上的短视频之外 她还大方的露出自己的夜毛一点都毫无避讳 可以说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搞笑了 她一出道就走了Dior、Chanel还有Martin Magilla这三个大牌的秀 在出道的当年 她瞬间就成为了时尚界瞩目的焦点 随后各大品牌纷纷都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最终她成为了Eddie Slimman在ZeroHong时期的灵感muse之一 她在models.com上经过了Hotlist还有Top50一系列激烈的竞争之后 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已经晋升成了Industry Icons 更厉害的是她还在众多微秘超模在榜的Manicus榜当中 以非天使的身份在榜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众多久零后的时尚模特当中 她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色很容易让人只看一眼就记住 设计师也往往更钟爱这些极具个人特色的面孔 Grace魅惑的眼神加上她独特的嬉皮摇滚气质 让她受到了很多时尚设计师的青睐 主打丧欲路线的Grace其实最早走的是青春酷女孩的路线 前面我也和大家分享到她的出道首秀是在迪奥 出道就拍摄了迪奥广告的她并没有彻底的走红 接着她被Chanel相中成为了Chanel走秀模特之一 几个季度下来她也没有换出太大的名声 但从2014年开始还在Sailer Home的Eddie Sleeman 发现了Grace身上独特的丧欲特质 这种独特的颓废气质让她成为了Eddie Sleeman的灵感muse 在她走完2014年的show之后品牌也直接官宣她成为了Sailer Home的专属模特 这份专属合约直到Eddie离开了YCL后也没有失效 虽然说她之后又跟着Eddie转战了Celine 但今年最新的Sailer Home秋冬广告里依然能看见她的身影 看上她独特丧欲特质的设计师可不止Eddie一个 主打情色风格的Tom Ford同样也看上了她 她凭借独特的桑欲风拿下了Tom Ford这个以性感风格著称的品牌的合作机会 无论是美妆线还是成衣线的广告她都有出镜 但时装秀上更是以压轴模特的身份出场 加上她的商业风格并没有拘泥于妖野性感 即使是主打波西米亚风的Coloic 还有主打摩登都会风的Carolina Helena 在她的演绎之下也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 虽然说她是一个美国模特 但是她却长着一张法国脸 加上经典的发型让她受到很多法国时装品牌的追捧 她依靠着自己得天独厚的外形条件 也获得了主打法式风情品牌Mush的青睐 接连代言了两季的广告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为什么她年纪轻轻又没有走过维密 但是还可以在Money Girls这个榜单中有一席之地呢 其实她是一个有很多香水代言和美妆广告代言的模特 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过 评判Money Girls这个榜单的这个标准呢 是比较多元的 除了是有走过维密秀 主打一些健康性感风格的模特之外 有一些专门去接美妆广告的这些模特 他们也能在这个Money Girls里面有一席之地 如果说大家是比较想了解关于Money Girls榜单 Industee Icons榜单 还有什么Supermodels这些榜单的历史啊 还有就是里面有哪一些模特的话 可以去看我之前发布的内容有讲得很详细哦 前面我是有说到嘛 她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她身兼了不止一份的香水广告合约 最出名也最让她出圈的就是YSL反转巴黎的香水广告 除了YSL香水线的广告之外 她还参与了很多大牌美妆线的广告拍摄 像菲拉格木、DKNY、Tom Ford 几个重量级美妆广告的代言都奠定了她在Money Girls的地位 最后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她的时尚成绩 她已经是一个有着七八年工作年线的老模了 主打high fashion的她呢 基本上也没有过什么恋情或者绯闻这些炒作 也不靠社交媒体来存活 所以说她走到今天的这个地位呢 完全就是靠她自己非常出色的这个专业能力 先来说下她的走秀成绩 截止到今天她一共走过262场秀 那么在八年的时间里这个数量其实并不多 因为她定位的并不是runway model 所以说她只会跟少数合作过的品牌捆绑走秀 大部分的时候她都是在做拍摄杂志那页的工作 记得她早期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台步走得不是很好 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逛大街式的走法 不过现在她咖啡也摆在那里嘛 她的台步功力已经练得非常的稳了 她最常走的台步呢 是那种有一点像外卖的八字步 看起来会比较的man 只有少数客户要求她走剪刀腿的时候 她才会这么走 大部分的时候她基本上都会保持自己的个人特色 其实怎么说呢 像她这一类模特已经不需要去强调 自己要走什么样的台步什么样的风格了 像他们要出场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用来压台的 或者说是给总场秀加分的 接下来说一下她在时尚封面的成绩 其实像她这种主打桑玉峰的脸呢 外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所以说她的封面成绩其实是很一般的 在八年的时间里 她只拍摄过24张封面 大部分的封面都是夜内刊或者是小众刊物 只有几张Vogue的封面 总的来说她的风格确实太小众了 加上这种不健康的长相 让她很难在国际大刊中露面 但是她在杂志大片的方面呢 她的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Editoria Girl 她拍摄过的杂志大片总计138次 数量非常的多 她的面孔非常有辨识度 加上她摆pose的功力一流 很多杂志编辑和摄影师都热衷跟她合作 有她出现的杂志大片水准都会非常的高 一方面是她的眼非常贴合高级时尚的胃口 另外一方面就是跟这种表现力很强的模特合作呢 整个团队会非常的省心 我觉得她拍杂志大片的风格很像是拍电影 她很善于将情绪带入到照片里 看她拍时尚大片的感觉 就像是看了一个小小的微电影 她现在呢是有跟一个比较热门的时尚摄影师Hugo合作 这两次合作她的表现力都非常的厉害 在Hugo超高的摄影功力加持之下 Grace的这个个人风格看起来就更加的鲜明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热衷于看时尚杂志大片的人的话呢 那么我还蛮推荐去看一下Grace Hart走拍摄的时尚杂志大片的 至于广告大片的代言嘛 她也就是一个iCons级别模特的基准水平 51次广告大片的拍摄成绩也说得过去 作为Seller Home专属模特的她有着这一个长期的广告代言 同时还有一系列的香水广告跟美妆的代言呢 也让她的这个广告大片的成绩呢是非常的有分量的 OK再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我去看她的Instagram呢 是有发现她很久很久都没有再更新她自己的动态了 我就是有发现很多iCons级别的模特呢 她们都是对社交媒体保持着一段距离的 她们要不是就是很少发动态了 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压根连Instagram或者说一些社交媒体都没有 甚至有一些iCons级别的模特呢 就是很排斥自己跟社交媒体的这个距离的 其实这些混击high fashion界不靠社交媒体打流量的模特非常的难得 不管她们是新生代还是中生代 熟不熟悉社交网络 她们几乎都对社交媒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毕竟不同类型的模特代表着不同的商业属性 像这类主打小众高端市场的模特并不需要有庞大粉丝的激素来支持 只需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风格 把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做扎实就够了 OK关于Grace Hazel的分享呢到这里就结束啦 她的模特之路基本上是一帆丰盛比较顺遂的 她也没有太多值得拿出来一提的恋情啊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八卦的炒作 其实呢像Grace这样在时尚圈默默无闻 辛苦工作的时尚从业者呢 才是大多数 没有必要想着去掀起多大的风浪 只要说是你的个人特色在 然后呢加上你的这个业务能力出众的话呢 你也能在这个竞争惨烈的时尚圈 争取到一席之地 OK今天的模特分享呢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这一位又桑又郁的小姐姐 合不合你们的胃口呢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视频 我的内容记得点赞留言加关注哦 我们改天再见